为了厘清监听争议 立法院朝野立委昨天达成决议 将调阅所有的相关资料 包括检察总长黄世民的通联记录 不过黄世民透过特征组 表示通联牵涉到个人隐私 他不愿意提供资料 引发朝野立委的不满 法务部长罗英雪一进到立法院会议室 就被媒体团团包围 因为立法院调阅小组 要求检察总长黄世民提供通联记录 却被打回票 如果是他自己个人的权利的话 我就不便做任何的评论 会不会涉及个资法的一个想法 当然多多少少都会 个资法就是对个人的一些资料的一个保障 我们总长是不是发挥一下他政治智慧 假如他硬是不接受调阅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等于说还是闲在那里 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画下句点 连国民党立委也向黄世民喊话 因为黄世民透过特征组强调提供通联记录 涉及个人隐私可能违反个资法 所以拒绝提供 而调阅小组除了要黄世民的通联记录之外 还有他到总统府及官邸的记录 特征组相关的四位检察官跟总机的通联 特他自61号的所有监听资料 2007年到2013年监听立法院总机的资料 以及立法院总机的所有通联记录 立委们都要一一检视 不过跟马总统有关的部分统统被排除 不管是宪法 不管是大法官的解释业 我们都不能去越过之前 去调阅总统的通联记录 连国安局都要特别小心 对不对 何况是我们立法委员 我觉得奇奇不以为可 代表国民党的委员怕被调查真相 马总统跟黄世民通联几个电话 这个跟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 再也炮火强烈 坚持要检察总长提供通联记录 这场国会监听引起的风暴仍未平息 新唐人海电视综合报道